你怎么减的 你本来很肥耶 那个真的 这需要毅力 但是 还蛮伤身的 进食 我一定要女人减肥 就是因为没有女人跟我接触 女人要理她 对她来讲也是一个一个 很大的原动力 对没有女孩子理她 我们出去骑车出去夜游啊 干嘛一票男生 都后面都在妹 只有她后面是开车 可是她受了太大的刺激了 而且那种 就是有流行的小尾式牌 小尾式牌 那种比较趴的 就是骑小尾式牌 我也想买一台 但是不够力 对啊每次 那个推发 那二手车 要推发的话 我跑一半我就累了 对啊 也想要打球 想要转型 两个这个事情 让我很大的原动力 决心 决心 下信决心 我一天只吃一颗苹果 连续三个月吧 然后我从120公斤剪到90到95之间 然后我们就是少年法庭 真的喔 我们五个六个就被靠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这样靠在一起 这么严重啊 然后靠的时候 然后因为还没满18岁 监护也要站后面 所有家长站后面 他爸站后面 因为我爸过世了 然后我爷爷站后面 然后他法官要宣判的时候 就先问说 陈爷爷 我现在要宣判了 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因为我那时候我爸不在 我一直很内疚 因为我其实不是想打 你知道 就是朋友上去 跟着不上的话 到时候我就被骂 对那一定的 一定会这样 然后我爷爷就流眼泪 哎呀 就是说 我爸很早过世 然后是他没有教好 他希望法官重新量心 就是让他带回去好好交标 真的讲下去还得了 对他就拜托 他说我可以跟你下跪 哎呀 就讲那种 然后我在前面已经哭了半死了 爷爷也哭 然后哭完以后 好那刘伯伯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 他爸他爸讲说 我爷爷也哭半年 然后一讲该判就半年 他哭腔了 有没有 中导该懂事 我想我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夫妻算是那种 比较 比较严厉那种 你做错就是做错 就牛脾气就对 牛脾气 一讲这个全部 有没有 你就看前面五个 黃金五宝 对啊 然后他爸就说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也不要轻判这样 也不要轻判 对啊 因为他爸很严格 从小对我们也很严格 你们背叛带回去 我们保护管束 他实在太不尊重 这个篮球这家运动了 没有团队纪律 我从来没看到 我一个球员可以这样 尤其是我们学长的那种感觉 我们那天是 那个富达人当教练 然后在台中 然后他那天还穿牛仔裤 对啊 然后穿那种 NEW BALANCE 还不是 还不是那种篮球鞋 然后去的时候 照理讲大家都要打到嘛 然后准备要换那个 他说妥中康的时候 那个 富教医就讲说 欸 那个妥中康呢 换他上场啊 旁边人家 不知道 家人 他去逛中游摆破 对 他觉得没他的事 没有 第一次被他蹬到是怎么样 你知道 你们都在打啊 那我又穿那个跑鞋 就很丢脸 大家都穿篮球鞋 我穿他跑鞋 不要上场好了 然后趁你们都在打 好像没什么事 我就把我牛仔裤拿出来 趁在换 真的 他说那个谁太累了 那 你看我 就唱一半想 真的是 然后还 教练 还需要我吗 完全不理我 因为我帅 所以我穿得帅 而且他后来想叫你的时候 以为你 真的改过自信 然后 场中穿牛仔裤 然后后来就去说 他要去中油摆或逛街 然后教练就想 他说 通常怎么样这样 大家是坐同一台车来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 端独行动什么的 不过副教练也是很气 也是 算是急了一点 然后后来他叫暂停 暂停下来摆一摆 然后上去打 打差不多 十秒二十秒的时候 又叫一个暂停 我想 走那么快 现在是友谊赛 不用那么紧张 我下来之后 你会报告一下 我三点的飞机 我先走了 他先讲我 他先讲你 然后我说 教练都会不会太讽刺了 你跟他骂康哥 你现在说 三点的飞机要赶飞机要走 然后其他的张若君顶一顶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